材料清单 高粉260克 牛奶130克 全蛋液35克 盐3克 糖38克 黄油22克 酱母3克 奶粉10克 全蛋液35克 糖25克 椰蓉 适量 鸡蛋液刷表面适量 除黄油以外 所有面团材料 依次放入面包机 先放液体 最后爆面粉 面粉上挖坑 埋好酱母 启动面包机 和面程式 和面 20分钟后 加入切小块软化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至完全阶段 盖保鲜膜式温发酵 面团发酵至两倍大 手指酸面粉 插口面团不回缩 发酵完毕 等待发酵期间 把过入材料的糖 加到鸡蛋液里搅拌至糖全部融化 备用 取出面团挤压排气 分成8等分 盖保鲜膜式温 敬发15分钟 取一个面团 改成像椭圆形 刷上加了糖的鸡蛋馅 均匀 搭上椰蓉 撒多少椰蓉随里 只要安全颈不开就好 从侧面卷起 卷成长筒形 全部卷好后 一次放入烤盘 放到温度38度 湿度85度的环境中发酵 或是在烤箱中发酵 烤盘下方放盘热水 发酵至1.5 两倍打 表面刷蛋液 均匀 打上椰龙 放到预热好170度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70度 烤制20分钟 上海稍微满意时 即使将该吸纸 防止烤糊 出炉 也香飘满污 这是底部 也很诱人吧 撕一块 开吃 好满足 吃不完的面包 放到真空保鲜盒里存放 能有效防制 面包中干 延换面包老化 效果很棒 列接在我的厨房个人首页 或者淘宝搜索店铺名字 红叶的小店 店铺号68057999 欢迎大家扫描上方二维码 关注红一微信订阅号 红叶大烘焙 如果下厨房的厨友做这款面包 有什么问题 欢迎加入轰贝QQ群交流探讨 群号422498010 验证实 需报上你自己的下厨房全名 方便认识交流 谢谢合作 欢迎关注新浪微博 同意应金秋 小贴事衣 面团略有战手 建议地气和面 整形时可以适当用手粉 这款面包是微甜清香型 如果特别爱吃甜 可以在面团里适当多加些糖 吃不完的面包 放到真空保鲜盒里存放 能有效防止 面包风干 延缓面包老化 效果很棒 连接在我的厨房首页 开始 称护面沙炼